大家好我是Luxon教練 大家好我是健體顧問查理 那我們今天要來開箱高雄新開的光滑場喔 那我們光滑場在光滑山路跟管仲路的交叉路口 有一個全聯的正左方 旁邊有一個樓梯跟電梯 那上來就可以找到我們囉 那相信很多健身小白在一開始踏入健身房的時候 一定會不知所措不知道要訓練什麼樣的動作對吧 那今天的話我主要會去準備一套肩部跟手部的訓練 會融合機械跟自由重量去帶你們做搭配 那我們就一起進去裡面訓練吧 好接下來我們去開箱光滑場吧 Let's go 那我們來開箱我們光滑場的新廢區 這一區就是我們的新廢區 光滑場其實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大片的落地窗 那這一排全部都是跑步機 其實不用擔心說會有客滿的問題 那這邊的話就是有分成兩種 兩種飛輪 一種是有靠墊的 一種是沒有靠墊的 那它都是可以去做身高的調整 像是這樣子 其實只要輕輕拉就可以去做調整 那接下來就往這邊走 這邊是我們的踏步機 後面還有一台是斜坡機 斜坡的話它可以變很高 有點像爬山的效果 以及我們的階梯機 會消耗很多熱量 所以如果今天是有想要做減肥的人 我覺得蠻適合去做階梯機的 接下來這幾台的話 它也是跑步機 不過它會放在這邊的話 比較特別的原因是因為它跟我們剛才 主力比較大的滑步機一樣 它可以看Netflix跟Youtube 那這一台機器還有很特別的地方喔 就是它可以用無線充電 它也可以連藍牙耳機 不過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就是帶有線的耳機來 中間的部分是 訓練一些核心的基礎 都是一些比較小小的訓練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我們重訓的部分 那健身工廠主要就是有一個特色 它會把訓練在 某一個機群的部位都放在同一排 像是如果今天我們是要訓練 手部啊或者是肩部的地方 它就是在第一排 那我們的機台這裡都會有QR Code QR Code的話你可以去看它怎麼做這個動作 這裡也會有圖片告訴你說 是訓練到哪一個部位 那第一排的話就是 手部跟肩部二頭這些的 那第二排的話就是 核心跟臀部 會是女生比較care的部位 那第三排的話就是腿 那我個人是覺得女生 最喜歡做的就是那一台夾腿機 對於屁股的緊實很有效果 那它同時也可以瘦到大腿的部分 那紅色這個區塊啊都不用擔心說 欸我會不會受傷 其實都不會 因為我們的話我們的器材都是安全的 就是它的位置都是安全的 那就算它有太高的問題 它也都是可以去做調整 那重量的話我們都是插銷式的 對 那這一塊的話就會比較適合說 你大概了解說自己的運動強度在哪裡 唯一可能會受傷就是你在拿槓片的時候不小心砸到腳 不過這種事情通常不會發生 那這邊呢是我們的飛輪教室 飛輪教室的話可以看得到裡面有20幾台的飛輪 不用擔心會刻滿的問題 還有最前面老師會在前面騎 他會去看你的動作有沒有跟上 但是如果說真的身體負荷不了的話 也可以依照自己的強度去做調整 那這邊有我們的刻表 刻表其實在Apple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這一個區塊呢就是光滑場最大的特色 因為它有很大片的落地窗 平常是可以看得到夢時代的 然後夢時代那邊也有煙火 所以有時候我們會跟會員開玩笑說 因為健身工廠幾乎是全年無休 所以在12月31號也可以跟朋友相約來這裡 那後面還有深蹲架的部分 以及腿推肌那如果說男生有在做硬舉的話 我們後面這一個區塊也可以去做硬舉 硬舉的話就是要注意安全就是一定要鋪墊子 才不會讓聲音很大聲 然後還有放槓片的時候要輕輕放 因為前面就是玻璃 那這兩台史密斯 史密斯是非常好用的器材 他很適合初學者 因為他可以做很多不同部位的訓練 那他同時這裡也有一個阻力線 所以如果說你會很怕說 他瞬間掉下來的話 也不可能 就他不會像一般的深蹲架一樣 你要去支撐那個力量這樣子 他一樣旁邊也可以放槓片 那這邊的話就是我們的有氧教室 如果有上瑜伽課 就可以把鞋子脫在這裡 那我們從後面就可以看到有氧教室裡面的view 可以看到我們的有氧教室非常的大 那一樣也是有大片的採光 前面還有一個台子的部分 不用擔心說會看不到老師的動作 因為老師基本上是比較高的 那上瑜伽課的話 老師也會下來幫學生做調整動作 那我們裡面也有瑜伽墊啊 或是一些踏板 所以其實都不用自己特別帶工具 那這一塊的話 就是我們肌肉放鬆的區域 我們肌肉放鬆區域的話 就有軟墊 你可以在上面做一些拉筋的動作 那我們也有滾筒 如果今天大腿 或是小腿特別痠的話 都可以去用滾筒做一個輔助 前面這邊就是教練的辦公室 那我們有問題的話都可以詢問教練 因為健身工廠的教練其實不會說強迫推銷這樣子 那我們也有一個尋常教練 他是會在這裡帶一個紅色護腕的 所以都可以問他問題 那前面這裡圍起來的地方 就是我們上私人教練課 他們上課的地方 如果說今天裡面有一些比較特殊的器材 就可以在裡面上課也不會受打擾 我們也不會侷限說只能在裡面上課 教練也會帶出來上課這樣子 最後這一台就是 我們最經典的 Cable Cable他可以做同時很多種訓練 他可以去拉背 可以去訓練二頭跟三頭的部分 那如果說 有不會用的地方 都可以問我們 現場的夥伴 像是會晤啊 或者是教練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 光滑場的介紹 那希望大家趕快跟我們一起來運動喔 好那待會我們要做的第一個動作叫做 他主要會訓練到我們的肩膀後束 還有中下斜方跟菱形肌的位置 那一開始的重量不用幫我擦太重 我們以輕重量為主 好 那握好懶神之後 幫我拉出來一點點 好這時候我們可以做一點 寬曲還有屈膝的動作 避免你的腰椎過度待長 好然後幫我加入一點挺胸 短層位置會略高於頭部 一樣眼睛直視前方 進來的時候把手往太陽穴的兩側帶 這時候做吐氣 好回去的時候做吸氣 進來的時候快兩秒 回去的時候慢慢放 那常見的錯誤有些人拉進來的時候他會有過度的聳肩 水癢幫我去做肩胛稍微下沉的動作 往後去拉 然後核心幫我稍微收緊出力 好那待會第二個動作我們需要去做到懶神的側平具 那一開始的位置先幫我調整到最低的高度 好 待會手幫我握住旁邊的器材 OK那一樣幫我眼睛直視前方稍微收下巴 挺胸 好這時候脊柱幫我保持中力 上去的時候手臂 直直的往旁邊去打 然後要慢慢下放 那下放的時候張力幫我保持住 一樣上去的時候吐氣 下的時候吸氣 好那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避免你的肩膀去過度聳起來 這一樣去幫我做稍微肩胛下沉的動作 一樣往上往旁邊去拉 然後記得這時候我的手腕盡量去保持平整 不要去彎它或者是折它 OK 這一樣 往上抬吐氣 然後往下的時候吸氣 然後把我張力去保持住 不要讓它完全放掉 那在新手期的話會建議我們重量 用比較新的 2.5或者是選擇5去帶就好 那一個動作去重複10到12下 那一樣可以去做到3到4組 那如果是對於健身期稍微比較長的人來說 你們可以選擇比較大重量的 像是7或者是10為主往上慢慢堆疊 那重量差不多去做8到10下 那一樣一個動作去做3到4組左右 好那新手的話在一般訓練肩部前期會建議以小重量多次數去刺激你的三角肌肌群 OK那等你比較熟悉 肌肉的張力之後知道怎麼發力怎麼去使用我們再把重量慢慢堆疊上去 好那待會第三個動作我們要去做到阿諾肩推 那它有別於一般傳統的肩推 它的手腕會需要去做到旋轉的動作 所以它不僅可以訓練到你前肅的肌群 中肅後肅整個三角肌都會訓練到 好 所以待會一樣 把啞鈴拿到我們下巴的地方OK 這時候稍微幫我背貼到椅墊上 幫我呈現挺胸 然後核心幫我微微收緊 這時候幫我先吸一口氣 好上去的時候 往上轉手肘往耳朵兩側靠近手臂打直 好這時候要避免你的肩胛過度聳肩 所以把它下壓 OK一樣 下來的時候 再往下轉 到起始位置 再一次上去的時候吐氣 好下來稍微做吸氣 那一般建議新手洗小白在做阿諾肩推這個動作的時候可以用作者代替站者的方式 核心可以比較穩固 你的動作也可以做得比較完整 那待會我們第四個動作要去做到傳教室玩舉 那我們椅墊的高度啊 調到剛好腋下可以靠在靠墊的位置上 OK 然後用手下去抓Daboo 好他會是需要做到你的軸曲曲的動作 所以你的手掌可以稍微幫我往外轉一點點 這時候可以增到更多的二頭肌群 OK 羊上去的時候兩秒快 這時候吐氣 下去的時候慢慢下放 再一次 慢慢下放 好 那在過程中避免你的手腕 去過度彎曲 或是折它 所以羊都是幫我保持平整 羊上去吐氣 下的時候吸氣 那上台的時候幫我頂通收縮一秒 下放的時候慢兩秒 再一次 一秒 然後慢慢下放兩秒 好 那待會我們要做最後的動作叫做機械三頭伸展 那它跟自由重量比較不一樣的是它有軌跡 那一樣可以讓你的軀幹去比較穩定 那往下做的時候讓我們的腋下去靠近椅墊 手肘的位置可以擺在機械軸心的地方 那要下壓的時候 讓我的手臂緊貼在靠墊的位置 不要去浮起來 水癢靠近 然後肩膀稍微幫我下沉 浮氣 上來的時候吸氣 在過程中避免你在做的時候會有聳肩的動作 水癢幫我挺胸 肩膀稍微下沉 慢慢回來 下快 慢慢回來 拜拜 好那我們今天訓練完成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手部跟肩部訓練菜單 那我們9月的話還有一個活動喔 就是每週六只要來運動 然後有完成跑3000 或者是 一堂有氧課程就有抽獎活動 那9月的每週六只要你上完教練課 或者是做完檢測服務的時候 我們就會送一瓶高蛋白 那今天的開箱就到這裡結束囉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因為肩膀的話 他是比較屬於需要 你的小重量去刺激 的肌肉 再一次 部還有手部訓練菜單 對不起 再一次 我要馬上接對不對 好